五到百万年,人类就产生智慧文明,恐龙为何上亿年都没有进化出文明? 简单回答啊,因为恐龙没有必要进化出文明啊,而人类进化出智慧文明是随机的,但也是被迫的,不得不进化出文明。 为何这样说啊?下面一起分析一下。 进化论告诉我们,进化的本质就是基因突变的不断的累积,而基因突变是非常随机的行为,没有任何的方向性,也是不可预测的。 如何判断基因突变的好坏?只有靠大自然检验。 大自然会选择能够适应环境的基因突变,而不能适应环境的基因突变,就会被淘汰。 所以,进化的过程也可以简单地看作,一直在试错。 在这个过程中,总是会把错误的都排除掉,最终留下了对的。 现代生物学研究表明,人类的祖先起源于非洲。 百万年前,非洲环境发生巨变,大片的森林消失,人类祖先不得不离开森林,来到广阔的草原上。 这时候,讨厌古猿的时候到了,它们凭借着灵活的四肢可以很好地适应森林生活,而一旦离开森林,来到草原上,它们的优势荡然无存。 为了更好地适应草原生活,直立行走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。 首先,直立行走可以更好地解放双手,同时还能有效地利用各种工具,获取食物,保护自己,更能提高观察四周的情况,随时防止野兽的袭击。 没有直立行走的古猿来到草原后,很快就会被淘汰。 当然,这个过程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,也不是古猿想直立行走就能够直立行走的,这是大自然的选择。 选择了一小撮能够直立行走的古猿。 可以说,直立行走是古猿迈向人类的关键一步。 直立行走优势明显,古猿的脑容量也开始增加。 但脑容量的增加并不一定都是好事,它是一把双刃剑。 脑容量的增加意味着古猿更加智慧,但同时也意味着消耗更多的能量。 而对于原始人类来讲,生存下来依旧是最重要的,食物仍是它们的首要目标。 但生活在百万年前的古猿,获取食物的方法相当单一,与动物界没有太大的区别。 在能量匮乏的情况下,还要提供大量能量给不断增加的大脑。 这加大了它们的生存难度,但同时也迫使原始人开始思考如何更好地生存下来。 从单纯的捕猎开始,原始人类开始出现社会分工,向着文明的方向迈进。 尽管只是原始的文明,为现代人类文明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 那么,为何恐龙上一年的时间都没能进化出智慧呢? 正如开头所说,没有必要。 因为当时的恐龙在地球上是绝对的统治者,甚至比如今人类的统治力还要强大。 恐龙生活在最好的时代,它们没有经历过大冰川时期,没有经历过食物匮乏的时代。 而且恐龙庞大的身躯,加上它们灵牙利齿,足以让它们轻松地站在地球食物链的最顶端。 它们几乎不会为食物而发愁。 也就是说,恐龙生活得非常安逸。 说白了,恐龙非常适应地球当时的环境。 大自然也只能选择让这种恐龙生存下去。 即使恐龙在繁衍生息的过程中也会发生基因突变, 但很难有更好的基因突变比大自然选择。 说白了,当时的恐龙没有进化的动力。 对于当时的恐龙来说,食物是如此的丰富, 它们没有任何优患,生活非常稳定。 理论上,在基因突变的过程中, 确实有可能突变出某种智慧基因。 但这种智慧并不会有什么优势, 远不及它们的灵牙利齿更有优势。 不但没有优势,因为智慧也是一把双刃剪, 智慧不一定都是好的, 所以智慧基因会因为消耗过多的能量而被淘汰。 除非一下子进化出像人类这样高级的智慧基因, 但显然这是不切实际的。 大猩猩比恐龙的智慧高, 但一只拿着木棍的大猩猩能打得过庞大的恐龙吗? 显然不可能。 这也说明了, 智慧的差异并不是最主要的, 除非是压倒性的智慧差异。 既然智慧本身不会让恐龙更具有生存优势, 恐龙当然也不会进化出智慧文明了。 如果没有6500万年前的小行星撞击地球事件, 如今统治地球的恐怕还是恐龙, 也就没有人类什么事儿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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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与点点栏目